哈喽各位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4月12号礼拜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只有小涨5点 现货小涨5点 期货小跌5点 可是呢 今天台北股市的个股表现 差异非常的大 为什么讲差异非常大呢 因为有很多的股票 之前的强势股 比如说上礼拜非常强势的 这些标的开始出现了跌停 而且今天跌停的档数还蛮多的 这让很多投资朋友 感到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尤其是跟中国有相关的 供应晶片给中国相关的 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比如像世纪KY 那引发出很多的 IC设计股出现了重挫 可是仔细去看 你会发现 好像有蛮多档 不是IC设计的股票 也中错 好那这背后 有它特别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大盘 来帮我切换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的K线图 各位有没有很清楚的发现到说 这个目前看起来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台北股市的K线图 目前是在历史高 上礼拜五最高来到17000离16点 可是呢 中间我们花一条上升趋势线 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点偏离 绿色的这条上升趋势线 当它偏离太远 我们叫做什么 来给我小画面 偏离太远 叫做正乖离过大 所谓正乖离过大 它会稍稍的修正 就是说涨太多的意思 稍稍涨太多之后 它就会拉回往上升趋势线靠近 回测上升趋势线没有跌破 它就会回到原来上升的回到 这叫做多头格局 这叫做向上的趋势 那你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台北股市 第一段上去下来回测 第二段上去再下来回测 那到上礼拜 已经创新高 17016 好 它会不会回来回测 有可能嘛 还记不记得 我在三月底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过 台北股市 四月份的行情 其实指数的空间 还是相对有限 虽然在四月初 涨了快500点 但是你要从整个月来看 因为根据过去25年 26年的一个长期统计 结果很明显的上涨几率是44% 下跌几率是56% 那上涨的部分呢 平均涨幅是0.9 下跌平均是0.2 所以无论如何 其实在整个四月份的架构 看起来它就是一个震荡盘 那既然上半个月 它先涨了 那代表下半个月 可能稍稍的回挡一些些 这个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好 那重点 要回归到什么 选股票上面 因为股票 实际上我们在操作是个股嘛 因为我们不是做指数 指数一定是上冲下息 重点是你要选什么样的个股 尤其是台北股市现阶段的位阶 非常的高 现在是在17000点附近 历史高附近 而且各国股市都是在历史高附近 就很多时候这朋友 他会觉得 哇 这个盘这么的贵 到底该如何操作 会有点担心跟害怕吗 好 那既然担心跟害怕呢 没关系 我跟大家讲 其实现阶段 在万七也有便宜货 这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 万七怎么可能会有便宜货呢 指数涨到17000点 还在地板的股票 很多人就会直觉反映说 那一定是烂东西嘛 烂东西才会大盘在涨 他都没有涨 还在地板 没错 也许有些公司 他过去的表现不是那么好 可是 他过去表现不好的情况 后来出现了某一个转机 比如说这个产业 出现某一个转折之后 他可能接到某些订单 甚至于以前没扩产 那公司处于低迷状态 后来开始扩产 盖新厂房 那在今年 开始厂房可能完工了 或者说 这个接到什么订单 他股价就有可能 从底部开始出现翻牙 那这样子股票 例如什么 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 新巨科 就是这种模式 好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这档好了 这档是我们上礼拜 有讲过的股票 4月9号 我们刚刚进场买进的 而且在这个周末假日 市场上的讨论热度 非常的高 为什么市场上讨论热度 会很高呢 就是因为这个股票 来帮我放大 这个是长期的历史走势图 你有没有发现 位阶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低 它是台湾最大 曾经台湾最大的硬碟零件供应商 三月份的营收月增40% 重点是股价净值比0.89倍 也就是说它的股价跟净值相除是比较低的 只有这个净值的0.89 那再来呢 特殊筹码持续进货 那这个筹码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帮我缩小画面 公司也出现转型 我们都知道硬碟 尤其是HHD硬碟 什么叫HHD硬碟 就是传统的硬碟 那现在硬碟我们都强调说 开机速度要快 比如说像我的笔电 这个电源按下去 两秒钟立刻都开机 那为什么特别快 因为它是用SSD硬碟 所以开机速度就特别快 那如果是传统硬碟 容量很大 比较便宜那种硬碟 那种硬碟比较容易坏 那SSD硬碟 它的这个比较耐震 那它的寿命也会比较长一点 那我们知道 像这个这家公司 我叫它一站成名 也许有些人以为是成名店 没有哦 它是名义 其实有蛮多人猜到 我说它是台湾最大硬碟的供应商 零件供应商就知道 长期过去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 公司已经开始把旧的传统的这些硬碟的生产 慢慢的部分产线把它停掉 转型到医疗 转型到光学领域 那这个就是公司出现了转机嘛 那其实这一支股票 它的投机色彩 其实是比较浓厚的 说实在的 我们是以一个低位阶的角度 比如说 因为为什么会超出这种股票 大盘太贵了 太高了 但这种股价低位阶的 自然而然整理时间长了之后 尤其是有特殊筹码 你要知道哦 如果这家公司真的那么烂 为什么 我给大家提示 你去看外资的买卖潮 为什么有外资在这个地方 大量的底部进货 你就知道 一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嘛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 而且你看哦 帮我放到这画面 我们在礼拜五买进的时候 就已经涨停了 今天开盘没多久 再度攻上涨停板 赚第二根涨停 那我们买进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获利16%嘛 这就是我们的一战成名嘛 好 那这张图呢 有没有 这个右上角的地方 一战成名 我们上礼拜五 4月9号买两次 第一次是早盘买进 第二次是午盘 过后 大概快一点左右买进 直接攻到涨停板 来给我小画面 现阶段台北股市 好股票真的非常多 只是说高位阶的跟低位阶的 你要把它分开来看 这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好 也不是说高位阶不好 只是说高位阶的 你要看产业趋势 哪些产业趋势 比如说像之前 我跟大家提过的 第三代半导体 我认为这个是今年的 甚至于未来的五年十年 大的产业趋势 但是 今天就跌下来了 也许有些人就觉得说 这是不是不行了 来帮我发这画面 这个顺带跟大家分享 我想有很多朋友 他会觉得说 这股票怎么今天弱弱的 像这一支 汉磊 我先把 我先切个股好了 3707汉磊 汉磊今天跌蛮重的 跌9% 问题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位置 1月8号 1月9号 还有中间一路上来 这么长的时间 当初38块 39块 40块 45块 50块 其实我在这一段 大概是3月19号以后 54块以后 我们就没什么进堂做买进了 只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在高档附近 进堂做买进 可是我们在54块以后 就没有跟大家讲说买进了 可是你看到这支股票 虽然在高档 今天跌了9% 给我小画面 那我认为 我认为 第三代半导体 它这个趋势是长线的 不会因为今天这根下跌 而有任何的影响 这就是产业的趋势 从月线架过来看 它确实是在高档 它确实在高档 但是 这样子的公司高档 是有它的原因跟理由的 以后你们看到 公司的财报跟获利 你就会知道 我再说的是什么了 好 那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股票 比如像上礼拜 我跟大家分享 这是周末 我跟大家讲说上全 跟大家讲新巨科 新巨科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今年第二季 台中新厂花了39亿元 去盖的新巨科 即将要完工 新厂房要进驻 那去年呢 去年新巨科公司赔钱 今年还不发鼓励 问题是 这家公司去年赔钱 他为什么要花39亿盖新工厂 你自己想这个问题就好 如果一家公司 假设这家公司你开的 公司已经在赔钱了 你还要额外再拿钱出来 盖工厂 你不觉得很纳闷很奇怪吗 万一 这个 没有订单 那 还要摊提这个额外的折旧费用 那工厂不是要越赔越多吗 结果 他礼拜五就往上供 上清板 今天又往上供 只是说他有稍稍的打下来 但不重要 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这个 上全 就是一样上礼拜我讲的嘛 那这支股票 哇假日也是非常多讨论哦 为什么 这支股票做光纤网路跳接线 为主啦 最主要为主 他是国内最大的 这个光通讯的 这个 被动元件的厂商 那 你要知道哦 美国最近 他不是推出一个扩大基础建设 2.25兆美元 2.25兆美元 里面其中有1000亿美元 是放在宽片网路建设 而且我想很多人 一定觉得说很奇怪 为什么美国要做什么宽片网路建设 你是不是觉得美国的网路应该很发达 错 美国的网路真的很烂 台湾现在都已经100Mbps 100Mbps还嫌他慢 美国现在AT&T 他才10Mbps而已 他们的固网 10Mbps 他们就觉得很快 甚至于最近AT&T 美国这个大的电信公司 还跟国会游说 他说美国不需要那么快 不需要100Mbps 只需要10Mbps就可以 就够用了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夸张有多扯 为什么美国的5G建设 会落后于中国 其实是有原因的 美国他的土地太大了 所以他的宽屏网路建设 其实是不足的 在台湾100Mbps 很普通嘛 问题是美国 还有数百万个家庭 你没听错 数百万个家庭 是没有网路可用的 所以这就是拜登 为什么要让美国 未来的5年10年 甚至于50年 可以开始强大壮胜 所以他才要推宽屏网路计划 那这个人上人 就是上权 美国开始要推行网路下乡 来帮我发这画面 你看这个今天早报 我还特别跟大家讲 扩大基础建设 1000亿美元用在宽屏网路上 为什么 有没有 我有跟大家讲 分享我刚才讲过了 就比较多说 上权是国内最大光鲜被动原件厂商 国内最大的 今天早上有跟大家分享过 来 帮我说一下这画面 到今天为止 波动汇率24% 今天还直接攻上涨庭 锁住 从头锁到尾 直接锁住 非常非常的强势 这就是趋势 这就是机会财 不只是美国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 他也在推14.5计划 而中国的14.5计划 他也在 以这个5G网路 推涨为首要的优先目标 所以他不但可以吃到中国商机 也可以吃到美国的商机 重点是 这样子的股票 来帮我放到这画面好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3363 感觉上近期是这样涨蛮多的 对不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月线架构 月线架构是不是非常低 长线就是在地板 之前最高到70块 现在差距还非常非常的遥远 这是上全部分 好 给我小画面 南榜 最近很多这个 传产股 涨很多 涨非常凶 什么子类 木材 木匠上涨 我可以认同 确实 我也认为这个子类会涨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在低档 在第一根 我没有介入 因为我们手上的股票 都非常的强势 而且档数也开始慢慢变多 所以我就没有在 切入这个子类的部分 也许 后面 有拉回修正 搞不好我们会进场做买进也不一定 但是我们 以之前买进的这一档 跟大家做分享 其实我们分享股票 它的波段 它的涨幅 都非常远 比如像这个南榜梦时代 十年磨一件不够 这三十年磨一件 横盘整理的三十年 3月25号买进 我跟你讲说 这样子的股票 你知道南榜 它的题材不只有那个新疆棉事件 再来是它的原料 产品价格也在涨 重点是你要知道南榜 它有很多很多的 什么 土地资产 有土私有产 土地资产开始慢慢要活化 开始慢慢要开发 长线低位阶 大盘很贵 这种的能不能买 没错吧 到今天 涨多少 今天又够要涨停了 42% 我们波段获利42% 这不是涨42% 是我们家族成员 赚42%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帮我发这画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日线图 好了 1440 南榜 有没有 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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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根嘛 创破断新高 但是长线呢 长线还是在地板 30年模一件 没错吧 给我小画面 非常非常的便宜 非常非常的低 会涨多少 这样子股票 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 我认为会涨很多 非常的多 但是 任何一档股票 你都需要时间 而且这股票不是小股票哦 你不要以为我们做股票都是小股票 这股票 165亿 非常非常大 165亿的股本 代表 有165万张 坚程交量 早盘就已经4.9万张 非常非常惊人 再来 长期趋势 其实我们在投资 在操作 看的都是一个长线的走势 这张图 1月4号 手机 你可以拿出来看 看看我是不是1月4号 我跟你讲 这是1月3号的10点42分 我在家里面 先打好 就是下一期的 就是1月3号 我先打好 下一期的理财周刊 要出刊的文章 叫做充电桩 电动车普及的关键 电动车要普及 你没有充电桩 没有充电枪 没有充电站 电动车怎么可能普及 你要开车 你就要有加油站 你要开电动车 你就要有充电桩 充电站 充电枪 没错嘛 1月4号 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是电动车普及的关键 1月4号 我们不是随便说说 1月4号 我们也买进了 3003的剑核心 当初它是在地板 没有人要啊 下游趋势线 刚刚突破第一天而已 到今天 4月6号 没有 到4月6号是我们上 最近一次又买进 4月6号当年买进又涨停嘛 今天又涨停 今天又涨停 来 帮我放在这画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剑核心的部分 今天又涨停 涨停之后 还稍稍打下来 打开还打下来 今天收盘变了 只有涨4.57% 它今天创波段新高 我们刚刚看到 1月4号在哪里 1月4号在这里 这个十字可以放 我把它标起来 这个有点丑 我把它给它一个箭头 在这里 1月4号 1月4号到现在 如果你听我们的话 都有抱着 那一天收盘 收在49.4 最低是48.4 今天最高是74.6 你看波段货率多少 你们可以自己去算 好 给我想画面 除了剑核心以外 有些股票 今天看起来 比较弱是一点点 我想很多投资们 一定觉得说 那这股票该该怎么办 是不是完蛋了 比如说像今天爱迪生 现在爱迪生就跌下来了 其实连续两天跌下来 又回到我们成本附近 可是之前是突破的 但重点是 你再仔细回想一下 现阶段选股 为什么我会选这样子的股票 爱迪生做LED的 我说他是发明家 因为发明电灯 爱迪生他就是发明电灯 所以照亮我们世界 当然这个爱迪生 跟爱迪生不一样 重点是我要表达的是 长期底部低位阶 这个194块跌下来 月线是不是在地板 长期的底部 这样子的公司 夫妇何求 有没有 很低嘛 低位阶 你会因为下跌两天 感到担心吗 我不会 更何况上礼拜 我是有稍稍调节一半的 好 那汉蕾也是一样 我刚刚有提过 滚下来 很明显 这跟大盘一样 偏离上升趋势线 太远了 它会稍稍压下来一点点 但是长期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那我们买的位置 相对低吧 何需要担心呢 这个是月线图 汉蕾的月线图 创挂牌历史高 所以我不会叫你去追汉蕾 但是长线 我看的这个未来 看的是非常远的 聚集也是一样 这支股票 说实在 这是一支很难操作的股票 它每次冲上去滚下来 冲上去滚下来 冲上去滚下来 真的非常折磨人 但是 你就是要有耐心 因为这样的股票 它就是在折磨我们 折磨我们耐心 可是长线的趋势 它做什么的 miniLED驱动IC 三星的供应链 大电视 miniLED驱动IC供应链 三月份 三星来开始大量出货 三星开始出货之后 营收会慢慢上来 更何况它还有miniLED 巨量移转的模组 量率已经99.99了 所以我想这样的股票 日线短期 124又打回来 有些人他觉得说 它这个地方 这个高档冲上去 它没有卖 诶 其实又如何 眼光放圆 为什么 这个是月线 是不是在地板 三角收敛 为什么他还在这边 还这样子上冲下起 上冲下起折磨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月线架构 它的 这个三角收敛 它还没有正式的突破 所以说它的波段 最凶猛那一段 还没有来 所以很多人会受不了 但对我而言 我看的是长远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还好 如果你觉得这样股票很痛苦 这个你受不了 那你就不要操作 好 那美容店这支股票也是一样 这股票也是有点转机 背后的故事 我想现在已经没什么时间 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就不多说解释 但是我跟大家讲 你可以好好去研究一下 这家公司背后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利多 你再看一下 刚刚这日线 看一下这是 这是十年 月线走势图 有没有在地板 所以我一再强调 万七又便宜货 这就是便宜货 为什么 仔细去找一下它的新闻 去年十月份的新闻 你仔细去找 我相信 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而且你会非常有收获 再来包含像这一档 金玉满堂 哇这个也是标股啊 你知道吗 这个是长线底部低位阶 这个4月9号 这个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市场上也在很多人在讨论 长线底部低位阶 刚刚起涨爆发这画面 这股票一定要特别的讲 三月份营收创32月新高 USB4 有没有控制的晶片 认证好了 准备出货 而且太空通知客户 要涨价 涨幅进一步获得大 给我小画面 所以我想现阶段万七又非常好获 重点是你该如何选 还有你买进之后 你能不能报老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现阶段操作也没有很困难 但是个股的走势会越来越分歧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就加入我们的标股大联盟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手上的股票真的都非常强 也都非常的彪悍 那我们都是有精挑细选过 而不是乱色飞标 虽然我们档数比较多 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股票都在喷 都在涨 好 以上呢 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作为参考 更多喜欢信息 也欢迎投资朋友持续锁定股民当家 幸福理财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